美韩修订自贸协定白宫官员,美国汽车行业受益 美韩修订自贸协定,白宫官员美国汽车行业,受益美国白宫高级官员 27日晚,向媒体吹风美国和韩,国政府已就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修订内容基本达成一致 新版协定将有利于扩大美国汽车对韩出口美方,还有一羽韩方达成防止,汇雷操纵 协议这是韩美自贸协定,2012年,生效以来第一次修订将是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 推动双边自贸协定重新谈判的第一份,成果 美国汽车行业受益,多名白宫官员已不在媒体报道中,出现姓名为乔件向记者电话,吹风 强调新版韩,美自贸协定实现为本国产件争取利益的目标 提高美国汽车出口韩国配额将,允许每家美国汽车制造商 每年向韩国出口5万辆,符合美国安全标准的汽车比线,前上限2万辆多一倍 超过配额的部分需符合韩国安全标准 特朗普政府一再抱怨美韩自贸协定对美国不公平 损害美国就业导致美国对韩长期贸易逆差 而大部分逆差,来自汽车行业 特朗普只任韩国已设置非关税壁垒 如严格安检规范方式阻碍美国汽车 扩大在韩市场要求修令自贸协定已扩大 美国汽车对韩出口不过美国媒体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报道提高配额对抗 大美国车对韩出口的效果短期内难以显现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韩国对美货物、贸易逆差 去年近230亿美元韩国对美出口 929万辆客车,总值157亿美元 美国向韩出口汽车不到53万辆总值15亿美元 没有一家美国车企在韩国销售量超过11万辆汽车 不及配额一半美方官员 说韩方同意多方面减轻美国车 适应韩国对紧口车所设 繁荣、规范的负担 受高额关税所阻限在没有韩国车企 向美国出口客户两用小型卡车韩国两家 最大车企现代和企业集团工会 对拖延降低小型卡车关税 大为不满现代汽车公司 工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是一份侮辱性协议 当于接受特朗普先发制人 阻挡韩国小型卡车进入美国市场的策略 同时谈汇率问题 依照白宫官员的说法 韩美就修订自贸协定 达成一纸以外 可能就防止韩国 为取得贸易竞争优势 故意贬值本国货币 达成另一项协议韩联社 28日报道 则援引韩国企划财政部的说法 强调韩方是 在美国财政部4月发布汇率报告 以前与美国财政部官员商议相关事宜 与自贸协定谈判 是两码式修订版自贸协定 不会包含与汇率相关条款 报道说韩美就预防竞争性货币贬值 达成的协议将要求韩国增加外汇管控措施透明度 但没有要求设立执行机制 美国财政部半年一次发布汇率报告 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美国政府把韩国列入汇率政策 监测清单 没有指认韩国为汇率操纵国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财经网站报道 汇率条款不会出现在自贸协定文本中 不附带设置 执行机制 要求想把后者写入协议 需经过立法机构批准过程冗长不为双 方政府所乐见所以协商中的汇率条款 不具备约束效力双方仅同意本着 真诚善意 原则制定汇率政策 快速谈成背后 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新版韩美自贸协定 与现有版本相比没有 大修 凯头国 纪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经济分析师 克利斯克尔谭告诉CNN财经网站 韩国出口商会松一口气 因为现有自贸协定取消的关税 不会恢复CNN财经网站 报道专家们认为韩美重谈自贸协定 耗费几个月就有结果比一般贸易谈判所 花时间短得多 有利于韩美作为 盟友在朝鲜半岛局势敏感时期 消除经贸领域的潜在分歧 另一方面美国把自贸协定修订内容 与对韩国部分豁免刚与关税挂钩 由于绿子公司建筑 制造新型研究